我们今天洗的衣服 把这个搭开了以后晾一下 华姐早上一起来后 先把我们被子拿出来晾了晾 因为那个潮湿的很忙 被子晾完后她还洗衣服 这个真好用 而且这个不是那种硬塑料的 是软的 所以质量也比较好 感觉还整体都很不错 这样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然后我们又在这拉了个绳 我们之前有那个晾衣绳嘛 拿上水就可以晾晾床单被套 就比较方便了 大家好我是夏天 大家好华姐 今天常德属于阴天 特别的蒙热 特别的潮 现在就感觉身上一层水汽一样的 早上呢我去传视频忙完了 华姐呢把我们该洗的衣服都洗掉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一趟 这个周氏镇的这个市场啊 因为我们的房车里的鸡蛋没了 是吧对再买点水果吃一吃 嗯啊所以想去逛逛市场买点补给 嗯走 好友们我们刚好到饭点先去吃个饭 然后再去逛一下市场啊 这边有一家我们馋了好几天的有一家馄饨 对一家馄饨的很好吃 对呃我们刚开始刚到常德的时候 住在这边这个宾馆啊 然后在这附近找不到吃的 就在他们家吃了好几顿 好长时间没来吃过了有点想 先去吃个小馄饨 他们家还有那个油条啊 对啊 而且价格非常优惠 这一排有很多卖东西的 然后这有一家 千里香馄饨囊 哈哈哈 就这家 你吃小份还是中份 你吃小份 要一个小份要一个中份 然后要一根油条切一下 啊谢谢 看他们这都是现煲的 现煲然后现煮的味道很香 我的这个是中份啊 花姐是这个小份 其实量都还挺足的 嗯 小份6块 然后中份是8块 大份是10块 量都很足啊 他们家的小馄饨味道很好 对 而且油条好一块五 特别经济实惠 嗯 你是我在他们家吃的馄饨 都是要一份这个油条 我觉得油条放 这个汤也很好吃 对 先尝一下 这个馄饨味道 嗯 烤锅之后的五块 会减少两米 以后 接下来的五块 油头 再有高鞭 这个皮头个别走 精英气配的 对 嗯 好吃 他们家这馄饨汤料调的很好吃 吃完饭了过来菜市场买一些鸡蛋买些水果 它这个菜市场里面好像没有卖水果的 是不是好滑 慢点这下了几天以这里面好湿滑 我们先去买鸡蛋吧 现在鸡蛋是21一把我们买它一把 我们发现在他们这个后门就有卖水果的 哎呦我去这里太滑了 刚才这边有卖好多卖水果 这个苹果是6元一斤 这个一斤 嗯 用钱也得行 对啊 可以 多少钱那个 这往前一斤 十元三斤 十元三斤这个桃子 嗯 这桃好好吃 我先拿点苹果拿点桃 十块钱 四块钱 四块钱 加这个呢总共呢 整个二三块钱的全也十九了 加四块二三呢 二十三 二十三 好了我们需要的都买完了 现在就准备回去了 这外面太热了 看刚刚那个卖水果的大姐给我给了张纸啊 我头上就感觉那个汗如雨下的感觉 一点都不夸张 蒙热了 对太热了今天 你看 虽然还没有太阳呢 你想想如果这个要是 等到下个月 他们这 开始天气热的时候 那比现在还会热 嗯 所以我们等到下个月 赶紧考完驾照啊 赶紧离开 回来了 赶紧开空调 这早上开 早上一起来 已经开了一会儿了 25度吧 我们把这个床单被套间洗了 现在还没有铺 我就想全部都亮亮 被子是拿出去亮过了 把这主要床垫 这些都这样子 开着窗户全部都吹一吹 华姐 我想吃雪糕 刚刚有用了 没有了吗 有 我想吃雪糕 太热了 哇 我今天热的受不了了感觉 脸上都是一层水 一直都是 擦完又出来 擦完又出来 谢谢 哎呦 哎呦 我去这冰箱里都有点坏 看 我都已经化掉了 啊 看 舒服 我们有大半个月没吃雪糕了 今天真是热受不了了 杯箱温度调了不厚杯是吧 应该是东西太多了 东西太多了 嗯 华姐准备了 水果拼盘啊 刚刚买的 桃和苹果 对 尝一下 有这样酸 好酸啊 不过蛮脆的 还挺好吃 就是酸 还是有点生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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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甜 嗯 就是啊 今天这个苹果甜 对 我们没有削皮啊 因为我们这个用的果树清洁剂都已经泡过了 嗯 这个皮其实蛮好的 就是粗纤维类的 嗯 嗯 嗯 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个事啊 之前我们不是直播过几回吗 三回啊 三回对啊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直播过 就我们第一个在外面那会床车不方便 第二个呢也确实没有这个时间啊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视频 它比较耗时间啊 它不像那种小视频 就一分钟以内的呀 那种比较 就是比较节约时间 我们这时间真的花的有点多 一个就是拍摄叫半天的时间 有时候大半天一天 嗯 然后剪一个视频几个小时 然后传一个视频几个小时 每天还要回几个小时的评论啊 嗯 确实忙不过来 但是前段时间有网友就说想跟我们聊聊天嘛 所以我们就尝试了一下 总共前后开过三次直播啊 嗯 而且挺感动的 我没想到有这么多朋友来支持 而且在那个直播间啊 大家为了给我们 那个叫什么我也不懂啊 我们在对直播不太熟 就是一直点心 就是可以增加推荐量 对点赞 点赞 嗯 有些朋友为了给我们增加推荐量 就手一直戳 一直戳 戳得很累啊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个网友说 第二天早上 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 私信啊 嗯 说昨天戳屏幕戳的 早上起来就直透都有点累 哈哈 听着以后 我们确实非常非常感动 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 嗯 然后而且大部分的这个网 而且很多网友来了以后 都是非常正能量的 一直都是特别支持鼓励我们 嗯 还有一些朋友呢 最近这一段时间也给我们就是留言啊 就是希望我们能不能固定时间直播 就是经常性直播 嗯 这个事情我们就考虑了很久 因为我们怕我们的时间过不过了 嗯 但是看着大家这么支持我们 我们也想去经历试一下 所以我们暂时考虑啊 就是想固定直播 嗯 就是一周 开两次 对 两次的时间 嗯 我们现在就是想暂定到周二和周五啊 然后这个时间呢 我们想延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差不多是从7点到10点啊 对 嗯 然后有些朋友就说啊我刚过来 你们就下播了 就说还没有开始聊 嗯 所以我们就想的就是不幸延后一下 就7点半开始 嗯 然后到11点 11点啊 对 这样子也三个半小时了 这个时间一定 对也差不多了 是在哪些平台呢 我们目前是在 某条西瓜和某音啊 这三个平台进行直播 对 嗯 因为我 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发了不同的平台啊 其他的平台是 最好是不要在视频里说其他平台的名字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能听明白就好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关注的网友料 最多的呢 就是在这个某条上 所以我们会从某条上直播 从西瓜上和某音上都可以看到 嗯 某音上是比较容易找到我们啊 对 嗯 现在就是有一些朋友 我们直播了三回都说 从某条上面和那个西瓜上面看不到我们 嗯 其实我们已经测试了几回 从某条和西瓜上面都是很容易能进来的 嗯 之前上一次直播间呢 就有网友提醒我们说的 如果有人看不见 有可能是因为版本太低 对 看不见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就是去更新一下你的那个版本 比如说某条某瓜啊 对 呃 它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你打开 它会弹出来一个提示你更新性 更新版本的 嗯 你就点更新如果没有弹出来 可以在设置里面找一下啊 把版本更新一下试试 这也是网友朋友们给提出来的 我觉得可能也有人 有可能是这个 有提 嗯 我们测试了一下 如果大家就是关注过我们的 就是你在我就先点我们的头像 头像旁边有个关注按钮 你点过关注的 其实在某条里面很好找到 因为你一打开首页 然后那个搜索框下面第一个就是关注 旁边是推荐 然后有视频啊之类的嘛 嗯 然后这个这一个那个 这一个关注连一点啊 你关注过的人有直播的都会再投几个 就一下就能看到我们了 你就可以直接就点进来 对 然后如果你要是那个 呃没有关注我们的话 找起来的话 就是也是首页那个搜索框底下 那一栏里面先找到直播的那一个界面 点进去以后再搜索夏天漫游记 然后也可以找到我们 所以建议 建议大家如果想方便的话 就是提前先关注一下我们啊 如果没有关注朋友可以先关注一下 点头像旁边有个关注按钮 嗯 先关注一下这样就比较好找 因为我们自己试了几次都很容易就找到了 对 我们这个直播这个固定的直播是暂定啊 朋友们我们先去试一下 我们看到我们后面的精力时间 能不能满足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我们尽努力 对 但是如果后面实在是精力顾不上的话 我们会再调整 但是我们调整之前肯定会给朋友们先说一声的 所以我们没有说之前我们就会按这个时间走 对 呃今天是周一明天就是周二了 但是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是周二了 我们一般都是提前拍摄第二天发嘛 嗯 因为当天拍当天剪当天发来不及 所以我们视频都是提前一天就拍好了 所以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当天晚上七点半 那我们就可以直播间见了 哈哈哈 明天准备了 哈哈哈 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周二和这个周五的这个时间啊 没有特殊情况下的时候是不会变的 但是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比如说今天晚上可能有事啊 呃可能会 比如说在周二或周五就可能会直播不了 但是这样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呃如果我们来得及的话会在那个比如说某条上面会发一个那个 呃文字版的给大家说一声 但是其他平台也看不到啊 像某音上面就没有发文字的地方 嗯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比如说等到七点半没有看到我们 那就是可能那天我们有特殊事情了 嗯 但是一般这种几率很小 嗯 一般的话以后我们就是先在你周二周五七点半 嗯 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 哈哈哈 好 为了广大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啊 我们努力 哈哈哈 嗯 今晚七点半 那我们就不见不算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分享到这了 嗯 晚上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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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